来我们来看一下制造题 制造题是一个基础题 我们核心只需要关注这个最小生成数就可以了 首先看一下生成数的概念是什么 它是数的极小连通子图 注意连通是一个核心概念 然后这意味着它有着所有的顶点 n个顶点 以及尽可能少的边 n-1个边 而在生成数的概念之上 加了一个最小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在这个图中引入了全值的概念 那么是每一条边有对应的全值 那么每一棵生成数是不是就有各自的一个全值之和呀 而在所有的生成数的全值之中 如果有某个生成数 它的全值是最少的 那么它就是最小生成数 所以说从这个概念我们来看 所有的生成数中全值最小的那个 是不是可能有一个可能有多个呀 看你这个全值是否是唯一最小对不对 所以说与此对应的最小生成数 是不是也是有一颗或者是多颗呀 都是有可能的对吧 所以我们选的是一个A选项 B和C就是一个不对的 关于D选项可能不存在 它是一个彻底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限定了无相连通图 主要是连通图的一个限制之后 你是一定存在最小生成数的 寻找最小生成数 就像你要寻找一个人的骨骼一样 如果人存在 骨骼是一定存在的 懂意思吧 好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